狐狸猫坐在昏暗的房间里 只有一盏白色的灯微微亮着 狐狸猫边翻着光学的上课讲义 边吃着红苹果 狐狸猫复集着之前学到的观念 我们看得到物体 是因为有光从物体那里反射进入眼睛 那为什么用白光照射苹果 而苹果却呈现红色的呢 狐狸猫大胆地猜想 会不会因为白光是由各种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呢 所以物体只是反射了白光里面其中一种色光而已 其实科学家牛顿在三百多年前 就利用三棱镜来研究这个问题了 牛顿在一个三棱镜的左侧射入一束白光 发现右侧却出现了红、橙、黄、绿、蓝、电、紫七种色光 牛顿把这种现象称为光的色散 我们可以由这个实验得知 白光是由七种色光组合而成的 当白光打到苹果表面上时 除了红光被反射 其他的色光都被吸收了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红色的苹果 而白色的物体则是因为反射了所有色光 所以看起来是白色的 黑色的物体则是吸收了所有色光 所以看起来是黑色的 狐狸猫顽皮的猜想 如果拿蓝光照射苹果 苹果看起来会是什么颜色的呢? 狐狸猫拿起蓝色手电筒照射苹果 发现苹果看起来是黑色的 苹果只会反射红色光 因此吸收了蓝光的苹果 看起来就会是黑色的 狐狸猫觉得很有趣 一个物体的颜色并不是绝对的 而和照射到物体上的光有关 狐狸猫很好奇 光只有红、橙、黄、绿、蓝、电子 七种色光组成 但我们却可以看到 这七种色光以外的颜色 像是粉红色 为什么呢? 其实光本身是没有颜色的 而我们看到的颜色 其实是我们大脑的主观感受 各种色光就是拥有不同频率的光波 这些光波的资讯 进入了视网膜之后 传到大脑 接着被大脑解读为各种不同的颜色 而当七种色光以不同的比例混合时 大脑就会解读成不同的颜色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远比七种色光还要多颜色的原因 狐狸猫觉得好神奇 想知道粉红色是由哪几种色光组成的 亲爱的你 能不能帮忙狐狸猫回答这个问题呢? 最后 和我们一起来做个小测验吧 狐狸猫 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1. 从光的色散可以发现 白光是由红、橙、黄、绿、蓝、电、紫 七种色光组成的 2. 物体的颜色是从物体反射特定色光而来的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彩虹也是由红、橙、黄、绿、蓝、电子 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 那么这些七彩的色光是怎么来的呢? 试着透过所有学过的光学知识 来猜猜看大自然的奥妙吧 我们下期见